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霍言 没事吧 来 是不是疼 我从大学开始 就偷偷地喜欢她 我默默地陪伴了她这么多年 她为什么还是不肯接受我 霍言 你别哭啊 她不光是不接受你 她不接受所有女孩子呀 博海这个人在感情里她就是个白痴啊 五年了 公司从最开始的三个人 变成现在八百多个人的团队 有的时候我就照着镜子看我自己 我就觉得 觉得我这里又多了道文 那里又多了个班 我就问我自己 我这样付出青春到底值不值得 当然值得了 你肯定是自己觉得值得 才会这样去做的嘛 是啊 因为我相信 最后敲开博海新门的那个人 一定是我 好了 欣妍 别哭了 这不还有我们吗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 你变成了一个满脸执着的老姑娘了 那我就可以委屈一下自己吗 我就把你给收了 滚 滚 真的吗 还不想出现 别人 把你给樱子 我打出来 我们快来 我们快来 挺好 小心 好了 我们快来 我 我好像定少了 红烧排骨 糖醋鱼 不过醋饭多了 琪琪只要是吃 她绝对是自私的 人家琪琪请你下楼吃饭 你自己不吃 非要过来跟我蹭面 我是看你一个人孤苦伶仃 我才屈尊留下来陪你的 还敢跟我嘚瑟 说实话 你的生活质量也太差了 你平时一个人在屋里 就吃这个呀 也不知道换换口味 怎么没话 我一三五 我是红烧牛肉 二四六是老痰酸菜 周天才是金牌海鲜 懒得跟你狗头 是 你说你这个人 吃饭不太注意 还挺爱玩这种幼稚的玩具 这 这不是玩具 这是计时器 它能够把抽象的时间具象化 把沙漏倒置过来 沙子路径一次的时间 是一个小时 沙子从顶端落下 是一念之间 但又瞬息万变 我因为工作的关系 对时间很偏执 所以经常把它带在身边 你不是一个小小的策划吗 这么少的话从你嘴里说出来 真的好搞笑 吸过了 吸过了